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因估计是下拉玩具太多就吸引你小了 大概看整体长70厘米正常长度 弹侠兼容工匠的鞋笼装 整体效果很好看的 弹侠握把都统一的向后倾斜 下拉我用的是工匠鞋握把 后边是一样的透明AEG 发射器材质大部分都是打印件 打印的质量可以说是非常好很细腻 打印的纹理不明显 我指的是蓝白部分 也就是作者打印的 相对比鱼骨是我自己打印的 就有点惨烈 打印机要淘汰了 现在是凑合这个用线 拖鞋是金属标准价 可以换自己喜欢的拖 推嘴是金属材质很粗的打排量版本 不支持热插拔 用嘴打磨包蛋口那就另说 拍头杆子 拉杆部分采用的是轻量的碳纤维材质 扳机翘翘板 按新版的也是碳纤维 但是我这把还是打印的 扳机很灵敏 也很轻 弹架采放比较长 插拔很顺畅快速 机密方面 正常水准 结构上就是经典的咖喱棒结构 操作方式就是比较常规的流程 那这把发射器有啥特别之处呢 首先就是操作极其顺滑 下拉基本没有 出压缩弹簧外多余的摩擦声音 上弹后推拉停下 一点也不吵 体验上不像是一把打印的发射器 细看拉杆上下有两个螺丝 实际上是两个轴承 一前一后 碳拉杆对应金属轴 就有点金属杆对香蕉轴承的感觉很顺 拆掉鱼骨再看 滑块运行在内管和光轴之上 内管部分实际上和滑块是完全脱离的 没有任何接触 那光轴上运行也这么溜 是因为滑块内置一个直线轴承 就是下面那个黑色套管 所以拉动过程前半部分可以看作是静音的 这里也能顺便看一下 内管虽然不是螺纹 但是用这个小结构锁死内管 挺好的设计 上弹完 滑块自由落体就能归位 不用担心倒着滑回来 因为在鱼骨最前端是有磁铁 能把滑块固定在那里 力度刚刚好 然后看看分数表现 内管长30厘米 气缸外径是比较粗的 达到40毫米 用乔丹测试 太高了 这时候就需要用一个轴承管来压烟 凤梨这个28轴承管是比较适合放在高跑倍发射器上的 桥蛋太轻了 现在也不低 换重一点的蛋就基本能适应大部分场地 同时拆下后拖 拧开拖芯 就能拿出一堆预压模块 以及弹簧 所以调节力度的方法多种 适应性挺强的 那好处说完了 说说缺点 蛋虾比较松 抛起来稀里哗啦的晃的 蛋虾井内贴单边的胶带可以缓解 这样就好多了 再有就是滑块和钳管是完全分开的 就会有这种情况 滑块绕着光轴转 装上鱼骨稍微好一点 这对我来说问题不大 正常大打无感 不会拧着拉 但是多变的地形和场地我就不确定了 好总结啊 T02全网的资料也不多 但是真是一把不错的下拉发射器 尤其精英方面做的特别好 那对T02感兴趣的兄弟可以去海鲜市场看看 最新版本应该还有一些升级 具体要问喜一基本金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拜拜 好像现在变成了2.5卡西乌斯之刃了 貌似差不多